《封建主义的概念》 《封建主义》这个词呢 它是来自于采义词 采义那个词呢叫FINF 然后扩展一点呢 它就变了封建的主义 那么所谓这么说呢 它是因为西方呢 它是根据采义来进行分封的 也就是领主呢 给那个附庸了一块采义 然后那个附庸呢 就要为他去打仗 那么这样一种理解呢 是我们呢 首先要了解封建主义的 几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封建主义的说法呢 按照我们的理解呢 我们是把它理解成一个 生产的社会形态 或者理解为一种生产的方式 我们知道 基因那个奴隶社会以后呢 就是封建社会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是一种自然经济 然后人呢 主要是农奴和那个农路族的那样一种关系 那么我们呢 就觉得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面呢 西方的学者呢 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在西方呢 封建主义的一个概念呢 是有一个叫 Straer的一个教授提出来的 那么他提出的一种封建主义的概念呢 主要有三件事情 一个呢就是分三格局 也就是说呢 到处都是那个贵族的领地 中央的皇权呢 反而就衰落了 第二呢 他说那个行政权 那个掌握在世人的手里 这个概念我们也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由于他不能统一 所以他的行政权呢 就被地方领主呢 夺去了 所以在一个领主身上呢 就凝聚着很多种权力 对于那个傅庸来说 他是一个领主 对于农奴来说 他是个农奴主 对于行政权来说呢 他是一个行政长官 而对于一个司法权来说呢 他是一个法官 然后对于他的战争来说呢 他是一个战士 然后再对于他的那个土地来说呢 他是个地主 所以从那个分封关系形成以后呢 就形成了领主的那样一种 各种各样权力堆积起来的 这种领主权 所以呢 斯特莱尔认为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那个主权呢 被分割 部分的行政权 司法权呢 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 斯特莱尔先生认为的第三个西方封建主义的特征呢 他认为 就是军队也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 军队本来是国家的 每个国家呢都应该有军队 但是由于西方呢 搞了那个封建时代呢 主要是一种私人武装 也就是我给你一块才艺 那么你为我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军队也掌握在私人手里 然后斯特莱尔教授呢 他呢进一步的认为 这三个特征呢 就说明了欧洲的一种封建主义的特色 这样一种封建主义的特色呢 他给了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做政府的一种形式 那么他也写了一本小册子 叫做封建主义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发现他这里面提到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政治形式呢 和他早期写的一本书叫做封建时代呢 里面谈到的封建主义的概念呢 却并不一致 按照我们的说法 我们认为什么叫做政府的一种形式呢 应该是指一个像罗马时代的这样的政府 他有个中央集权 有各个部门 有个中央的那个政府 那么这样一种政府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政府的形式 那么在早期的著作里呢 斯特莱尔教授呢 也是认可这个政府标准的 但是他等到他写那本小册子 封建主义的时候呢 他就认为 那个封建主义呢 是另一种形式 是一种与以前的形式相反的形式 但是呢 他也把它当作政府的一种形式来对待 这样呢 我们就有必要来探讨政府一次的含义 比如说斯特莱尔教授 一九五几年出版的那本中世纪西欧史中 它是一种战上的词语 来谈那个查里曼帝国 那个斯特莱尔呢 就认为查里曼时代呢 实际上是欧洲文明的开大 因为在查里曼的身上 大概在公元八百年时候吧 那个古典的因素 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因素 热尔曼的因素 因为查里曼呢 它是个满族 还有呢 基督教的因素呢 就融为一体 就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 那么斯特莱尔就告诉我们 那个查里曼的政府呢 是有一种公共性质在里面的 它建立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它还理顺了教会的等级制度 并且把教会呢 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因此呢 查里曼的政府履行的就是公共利益 政权呢 是为一些政府官僚所掌握的 体现出一种非私人的性质 体现出一种国家的职能 所以呢 在他以前写的 《中世纪休斯》的这部书里呢 是教教认为这样才像政府 但是他这个定义呢 和我们所理解的政府呢 并无差别 但是在那个 他在1960年写的那本 《封建主义小册子》里呢 他却一反常态 把一种相反的事物 即私人掌握行政 国家主权被分割 私人掌握军队 也说成是一种政府的形式 那么这样一来呢 在Striar那里呢 我们师傅可以看到 政府一词呢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一种呢 是指主权的 一指是分散的 没有主权的 那么这两种东西呢 用的德是政府一词 它好像是指的 两个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们用以前的 前一种政府定义 来衡量呢 那么后一种就不是政府 而是政治的患善 所以呢 我们说Striar的 封建主义的定义呢 要么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要么就是他的封建定义里面呢 是有矛盾的地方 Striar的封建政府的定义 认为封建主义的兴起呢 就意味着旧式的中央政府 转换为新式的地方主义的政府 他认为这个起因呢 是罗马后期清兵制度呢 和尔曼的清兵制度呢 有所发展 清兵同军事首领之间呢 都是一种签订四人契约的 那样一种关系 清兵呢 作为军事的首领作战 听命和效忠于军事的首领 那么由于马匹和骑士的武装装备呢 都特别的行贵 因此呢 最后就出现了裁议制度 那么在那个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呢 那个封建主义就在法国 德国 英国 均有所发展 也就是说 在公元800年到公元 1100年的这个期间呢 我觉得这种封建主义呢 就在西方蔓延 由于它具有很浓厚的军事行政 因为给你产意就是 要换来你为它打仗 所以呢 我们不妨说呢 这种封建主义 可以把它称为军事封建主义 军事封建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呢 中央政府就衰落了 地方主义 地方势力就抬头了 地方领主呢 就执掌行政 司法 其军队 并且承担起了地区性的防卫 保护功能 根据那个 斯特莱尔教授的说法呢 这个封建主义呢 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政治形式 特点是 地方主义取代了中央政府 那么斯特莱尔这种说法呢 使我们想起了 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的 关于封建制度的解释 另一个人也是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中世纪史学家 他是个法国人 也就是法国年轻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名字呢 叫马克·布朗赫 马克·布朗赫呢 他的说法呢 和斯特莱尔是不同的 马克·布朗赫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 叫做封建社会 斯特莱尔认为封建主义就是一种政府的制度 而那个马克·布朗赫却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 那么对于布朗赫而言呢 那个地方主义兴起本身不是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呢 倒是应该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地方格局 他认为呢 穆斯林、匈亚里人 还有北方民族 他们呢 侵犯了欧洲 这样呢导致了欧洲的社会秩序呢 和以前不一样 紊乱 也导致人的那个生活条件发生变化 由于战争不断 商业和金融呢都走向衰退 社会秩序紊乱和连绵不断的战争 就摧毁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的衰弱和地方主义的兴起 所以呢 我们说那个法国的年轻学派创始人 马克布洛尔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也就是说呢 地方主义兴起和中央衰弱 实际上是富为影印证的 也就是说 只要中央皇权衰弱了 地方主义也就会兴起 那么布洛尔还找到一个例子 他说意大利并没有遭到上述的再变 所以意大利的商业继续繁荣 也没有出现封建主义迅速在意大利蔓延的那种迹象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谈到了两种不同的封建主义说法 一种是Stroyer的 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还有一种呢 那个叫做Mark Bloch的 Mark Bloch认为不对 政府形式只有一种 问题是在于封建主义兴起了 政府呢 却衰弱了 所以呢 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呢 公勇地说啊 公平地说呢 那个私人企业 在私人的企业基础上呢 建立一种军事的组织呢 从来就不是一种政府的形式 Stroyer告诉我们 这样一种领主附庸制度啊 它是给你一块才艺 然后给你一个领主附庸的关系为纽带的 也就是它是以财产和私人关系为纽带的 你给他一块才艺 那么你的附庸呢 就要为你打仗 环抱你军事的服务 这样一种附庸关系的产生呢 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战争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 这不是什么封建主义 这也不是什么政府的一种形式 这只是一种军事制度 如果比如说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也经常探讨囤田制度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囤田 提升为政府的一种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呢 在公元800年到公元1100年间呢 那个战争的目的呢 并非是为了自我保护 相反 有很多战争呢 恰恰是起源于封建格局 因为土地快快都分散了 都革聚了 很容易引起一个领主 和另一个领主之间的战争 所以我们说 这不仅不能维持地方次序 反而是加剧了政治的稳安状态 私人制造军队 并不能制止战争 反而引起了战争的频繁 所以我们说呢 建立在私人企业下的 那种军事组织呢 它主要是服务于 领主私人的利益 它是一种私权 而不是一共公共的权利 它这种私权的性质 就是领主给你一块土地 你的富翁就变成他的人 为你服兵役 这样一种东西呢 实际上是种比较落后的 这种军事制度 而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 政府的形式 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那个Straer的观点 Straer然后呢 他分析了1100年到1300年 他说那个时代和前300年不同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 公元800年到公元1100年 然后他说 在1100年到1300年 这个时候封建制度发生变换了 他说封建制度发生什么变换呢 就出现了一个呢 就是行政制度规范化 一个呢出现皇权的强大 还有一个呢 他说政府各级制度呢 各个部门呢 都开始恢复了 所以呢不再是紊乱了 不再是地方主义格据了 而出现了中央政府 皇权强大 政府机构健全 正因为有这样三个特点呢 Straer教授呢 就让给他一个名称 说那个时代 也就是1100年到1300年 那个时代 这个封建主义呢 可以叫做体系化的封建主义 什么叫体系化的封建主义呢 就是说 早期的封建主义 公元800年到110年封建主义 是封散的封建主义 那么到了110年到1300年呢 它始终就是体系化的封建主义 这里的问题和问题的核心在于呢 这种局面的出现 究竟是封建主义 出现了体系化的发展呢 还是正常的国家政府制度 开始恢复了它的正能 这是问题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 我们呢 同那个Straer教授 体系化的封建主义观点呢 是不尽一致的 我们和Straer观点 不一致的地方呢 就是有关 意大利和德国的状况 Straer认为 双业经济城市发展 它为皇权的兴起 皇权的强大 普平了道路 但同时他又指出 那些封建主义 没有充分发展的地方 如意大利 和那些封建主义 只是不那么充分发展的地方 如德意志 那种情况呢 经济虽然繁荣 文化也繁荣 但是却没有带来 中央集权制 没有带来很强的 中央化政府 我们知道意大利呢 后来兴起了很多城邦 德国呢 也是各个邦国邻里 所以Straer就说了 你看那些地方 很繁荣 经济没衰退 但是也没有出现 后来也没出现 很强大的皇权 也没有出现中央政府 Straer就坚持说 恰恰相反 这个两个地方呢 还出现了更严重的政治分裂 然后你去看英国 你去看法国 那些地方封建主义 起先是很分散的 但是后来皇权却强大了 所以Straer就得出结论了 说呢 这种皇权强大 不是对以前的政府的一种恢复 如果你说 它是对以前政府的恢复 那么为什么德国 为什么意大利 它没有搞成中央集权呢 所以他说 我就用一个名字 叫做体系化的封建主义 来代替你说的封建主义 政府的那个恢复 比如英国的国王 亨利二世的时候呢 皇室就运用各种方法 来同封建贵族做斗争 所以这种新方法 看来呢 都是与封建主义的理念 背道而驰的 从英国和法国 皇权强大的情况来看呢 不是他们发展了体系化的封建主义 相反 他们正是抛弃了 君子封建主义的那种理论 才是皇权得以强大的 我们再来看 其他国家 与英国和法国两国相比呢 德国却仍然是按照 封建的原理的形式 你比如十一世纪的时候 封建关系在德国 是有所发展的 例如发展在十一世纪下半页的 德国亨利十世 同教皇 格尼格尼七世 为争夺主教的任命权 展开斗争 这个斗争 皇帝是不是胜利呢 他完全是掌握在德国的封建主手里 要取决于德国的封建主 是不是支持他们的皇帝 那个亨利 死了以后 亨利十世死了以后呢 德国的局势变得更糟 出现了很多个大贵族 他们呢 就开始按照封建原则 来瓜分德国 而教皇本人的眷入 以及胜利大贵族的参与瓜分 更增加了德国的分裂 简言之呢 那个新体制的创建 与抛弃封建主义原则呢 是极其相关的 而德国呢 之所以没有能够 导致中央皇权 恰恰是他的封建制度的发展 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在发展 所以我们说 英国和法国实际上是 抛弃了军事封建主义 抛弃了才一致 他才强化了皇权 而在德国呢 上述的流程 流于失败 原因是德国的贵族 不肯放弃封建主义 所以我们可见呢 那个封建主义啊 它并非是现代国家先级的基础 相反 它真是现代国家发展的真正的障碍 只有废除了封建主义 真正的那个近代政府呢 才有可能兴起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 那种西方的中世纪出现的军事封建主义呢 它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认为是很差的 如果你和中国的那种封建的体系来比呢 我们可以说呢 中国的叫做政治封建主义 西方的呢叫做军事封建主义 西方的那个军事封建主义呢 它有很多弱点 比如说它第一个弱点 就是生产力水平 长起低下 因为呢 它那个热曼人的入侵 罗马帝国的崩溃 本来就摧毁了很大的生产力 然后呢 它是军事性的 它的生产的水平很低 第二个情况 庄严制度 领主附庸制度 农奴制度 这种东西呢 都带用军事设成 那个军事制度呢 作为一个临时的制度呢 是可以的 但常年以来 你都用那种军事制度 来代替正常的政治制度呢 它是不行的 所以呢 导致经常战争 第三个情况呢 那个国家主权被分割 我们说分上割去呢 第四个情况呢 它似乎没有一种 文化上的凝聚力 虽然我们说 西方也有基督教 它是个松散的纽带 但总的来看呢 还是各地为正 每个人只知道 自己的地方领主 却对那个整个国家的概念呢 或者文化上的凝聚力呢 相对来说就弱了点 第五个情况 那个领主啊 他是业余的法官 业余的行政官 专业的打仗的 所以呢 它在政治管理的很松散 第六个情况呢 我们说这种政治形式呢 它是私家政治 不就是给你一块产意吗 你为我打仗吗 我们组成的那个关系 是私人契约关系 不是国家和臣命的关系 所以也是相对落后的 第七呢 我们说 中央政府呢 似乎没有和主流的经济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它的税收制度不坚决 我们说中国的皇权非常强大 主要能收税 主要是通过地方那个地方的那个官僚 一级一级的把那个税呢 收到中央去 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呢 在西方不存在 从理论上来说呢 国王应该按照主要的来源呢 财政来源呢 是自己的庄业里面产生的那个 生育价值 也就是说呢 西方呢 那个农民种田以后 得了的那个财富呢 大部分是被地方领主所刮分了 只有小部分 作为某种方式 才给那个国王所掌握 这样一来呢 中央皇室一直很缺钱 所以呢 中央政府就建设不起来 所以我们说呢 它没有和主流经济农业相结合 主流经济农业产生的剩余价值呢 都被地方领主刮分了 第八个情况 就是中世纪的西方的知识分子呢 它主要是在教会里面 它不那么为世俗的 那个国王服务 它主要呢 就到教会里去 那么这样就构成了教会呢 变得很强大 而中国呢 有一个科举取势的制度 所以呢 中国的那个知识精英呢 往往通过科举取势呢 成了中国的官僚 那么再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它导致了呢 教会特别强大 构成了对国家的一种反动 还有呢 第十个情况呢 它因为是分上格据 那么各个部落 各个邻族 它们都构成了一种地方主义 结果它们的行政权大了呢 那个国家的主权反而被削弱了 所以我们说呢 地方主义就构成了 对国家的那个主权的反动 所以呢 我们从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况呢 我们看到西方的那种军事封建主义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比较落后的制度 它呢 更谈不上它是真正的政府制度 与其说它是一种政府的政治制度呢 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军事制度 主义呢 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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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